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对手是美国三大洲的重量级拳击冠军 同时也是美国自由搏击的冠军 我们知道武僧一龙曾在2010年来到美国的大酒店 哇 漂亮漂亮 漂亮了 有机会 机会了 一龙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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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当时在这场比赛当中 美国的最近队队队队长 曾经战胜过这个武僧一龙 但是武僧一龙在2011年 切尔多大酒店举行的临层走进美国截战 拉塞维扎斯第三季的比赛里面 用90秒钟KO了哥罗瑟的师兄弟 西龙上头啊 新一弟 那么今天他是第三次代表武林方来到了美国拉塞维扎斯 他的对手是 约莫皮克斯尔 约莫皮克斯尔曾经两次战胜过美国队队队的队长 格罗瑟 我们看到武僧一龙现在外战 他更多的使用这种低扫斐 那么我们在赛前啊 和这个一龙也进行了这个聊天 问他你今天这场比赛怎么和皮克斯尔打 因为皮克斯尔毕竟两次KO个这个格罗瑟 你能说 这个皮尔呢 他的拳法还可以 我想他的这个腿法一般 我要随机应变 以徒招 胜手招 纯莫皮克斯尔一种变化 他说 我不管对方 水平不合 不管你是美国的自由搏击冠军也好 不管你是两次KO过 投资也好 我要今天比赛 我要战胜你 见招拆招 他们才们是 凯莫皮克斯尔毕竟 我们看到这个 皮尔索克 抗击打能力还是很强的 在第一局比赛里面 伍斯尔毕竟曾经有机会Q对手 但是他现在又 你看没有 已经恢复过来 第一局比赛 伍斯尔毕竟在今天比赛里面 他这个低操腿 在第一局给对方 还是有很大的杀伤力 我们想在今天 他应该坚持这个 招牌动作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 这是我们在美国 拉斯利亚斯 拉达亚大酒店 进行的美国决战拉达亚加斯的 第四季的一场男子 72来5公斤的比赛 是由武僧一龙 迎战美国的自由搏击 也是亚勒桑那州的 重量级冠军 呃 约伯 这是斯尔 这个斯尔呢 曾经两次战胜过 曾经KO过 武僧一龙的美国队队队队长 伯伯特 他的打法的技术比较全面 呃 你看全腿 组合都有 现在武僧一龙 啊 这又是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 一个低级的错误 你怎么能那样让队队打你的 武僧一龙重重的躺下了 又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你抗击打能力再强 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再看一下慢动作 两拳 三拳 四拳 五拳 你能抗到三拳 你还能抗到五拳吗 一龙重重的倒下了 但是他又犯出了一个太低级失误的错误 要在对方进攻的时候 你抗尼亚能再强 要把双手拿起 护住自己的头部 因为下额两部 两侧是最薄弱的防守位置 恰恰让美国的自由搏击冠军 皮克索尔用左右的摆拳 重重的击倒 击住自己的下额 在上面 在南边 邱足 比克框 这身边 全体 这又是犯了一个递劲的错误 一个递劲的错误 在亚似书 接着 亚似书 读书 混音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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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读书 读书 他打了三拳 不知道 我都不记得他 怎么回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